好,歡迎大家收聽逢星期四晚有動物負責電台 在Radio Dada 今天補新番 直播可以到Radio Dada.hk的網站 如果想重溫的話可以到acrubbage.org 直播時段如果想和主持人多點互動的話 可以加我們的Skype 我們Skype的ID是acrubbage.radio acrubbage.radio 當然Facebook和留言板歡迎大家多多留言 轉發流 Hello,我是Jer 傑特 我是Connor 今季拜日繼續稱我們的新番 上次講到10月3日,上次講到哪一套 上次講一套GOLDENTIME GOLDENTIME 應該是套 公平浪靜的名 Outbreak Comedy Outbreak Comedy 孟親牠姐 補充我這句補充了 跟上Outbreak Company Outbreak Company 別說了,這套沒有說了 就是現在說 很簡單就是 男主角是一個典型的宅 就是去了熱世界 有天在網上有一個招聘廣告 要答百條問題 百條問題 不然三百條 結果 結果 男主角在限時之內全部完成 所以 走去建工時發現原來這份工 就是去二世界的全人集文化 簡單來說就是經濟侵略 對啦 他的劇本 這個套日本是方川念九的 我記得是方川念九寫的 不是有原作是神一郎 但他的劇本應該是他 OK Series構成 剛川 Series構成 他是很典型的會寫這類莫名其妙的怪奇劇本的人 就是他會選這類劇本來寫的 其實也很適合他的風格 我看了兩集 與其說是所謂叫做全羊宅的知識在二世界 不如說是一種叫做 有少少像穿越劇 但他又不是穿越劇的總製 將現代的常識 帶到二世界的反應 因為穿越劇有一個特色 就是你做的行為有可能改變歷史 但這裏不會 不一定的 例如主角在現代世界 所謂眾生平等的概念 在古代一個有強烈階級觀念的世界 那他可以不古代的 就算穿越劇都 穿越劇是可以不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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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一套 迪士尼呢 他有一套說 因為人 他有一個重力很小的 一個星球圖 都叫穿越劇 因為他 你隔離佛大無險那些都是穿越劇 你喜歡說 那這個不是時空穿越 那這個不是時空穿越 這套是二世界 一定會影響入面 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就是 因為這次主角 就不是那些 那套奇妙 就走了而是 康笑龍 有很強大的政府支持 就是他可以在二世界那一間 圓女 大家可以穿梭回來 涉底武裝 一間好像 虎月 大家可以穿梭回來 一個外交大字 怎會這麼窄 可以回來 問題就是 他已經是工 即是他媽媽 發了訊息給他 要不去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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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找工 你不是想回去 那你知不知道 有什麼方法可以回去 我們就是 日本政府不會送回去 那麼簡單 即是說 有一點就是 什麼 就是 之前到B.TOM 那媽媽 買了兒子去 去這些 不是 是你去見份工 誰知道被人 賣了這麼多 對 賣豬仔 賣豬仔 都像到驚爆 在花人家 驚爆遊戲 那些都很賣豬仔 OK 不過是好一點的 起碼他現在 好像過這些生活都愉快 有半 有妖精運血兒的美道 然後有個軍官做副手 他又在這裏三餐無休 又可以教育培養爭主 還不是開賣豬仔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有多強調就是 究竟如何把現代窄的東西 回到古代人會明白的理論 因為他們是靠一種 即是類型翻譯器那件事 跟他們溝通 即是戒指 是靠心電感應的 問題就是 算了 對異世界 甚麼都有可能 其實就是 我要向一個不懂什麼叫賦的人 解釋一下賦都已經是難的了 如果震心的東西 其實真的解釋不到 這個會是一個笑點 OK 男主角 我記得那個軍官就是內田真禮 是 男主角是 花崗下樹 花崗下樹 石川芥人 都試過今季被力捧 但我覺得這兩個都是不太好 給點時間 或者說 近年來被力捧 這年 南星洲可能太缺乏 年輕南星洲 所以 石川芥人 不斷狂奉 木村良平 一個人殺了這麼多套 木村良平 完全不算力捧 不是 很流氓的 木村良平出了幾年 不過我只是濫用 是嗎 每次都用他 力捧 但是他相比 蓬板良太 我已經覺得他比了面目 他有更加面目目 就這麼說 費一點時間 所以美月貴 你至少是黑我爭 現在不黑我爭 只是那時是黑我爭 原來你現在不爭 好了 自動配完 進擊和 租座 竟然是進擊和租座 他那種油頭粉面空 洗掉了 聽起來實在了 好了 這個就有機會再說 不要緊 他配角色 其實一直都是需要的 但是 這樣花靚 那我沒有問題 他自動配完艾倫之後 艾倫小天使 配完之後 他配 HIGH SCHOOL D-SING-D之後 阿一成是不明白 但HIGH SCHOOL D-SING-D 她是兩季 但阿一成是第一季 阿一成是第二季 阿一成是第二季 明顯熱血了 你明顯聽到她的 有可能是角色問題 但突然間 有艾倫上生 那種 那種 艾倫那些很熱血的東西 都是很弱受的 一向 算了算了 你喜歡了也沒有問題 ASHV 這套 那是怎樣 他在《紋人侵略者》 一開始你看到 他一個很懂得答問題的死宅 但原來 他一開始 已經顯示出 他的宅氣和吉士 就是當著這個二世界的國王 大聲喊 《幼女萬歲》 當然 那些人 你很弱共鳴 是啊 他講這句真的很對 這些就是吉士 更加有吉士 就是他除了說 擺明的經濟侵略 想說 日本是搶先過世界上 各個國家 在那裏 建立另一套經濟 去賺取他們的魔法 定人才 類似 最重要的是 男主角他想改變 那些人的生活態度 為什麼呢 其實 宅文化 就是一種娛樂 日本那些很看不起 這種文化 他希望 二世界 就是比較正視這種文化 其實日本現在 其實我沒有看 都很正視這種經濟產業 但是 他這套東西 就明白到 原來 我們現在這種宅 玩具 故事 這些經濟 其實都是 built up在 一個共同的理念 就是這種娛樂 是道德的 帶給人快樂 是的 但是問題 那個世界仍然是 吃都沒得吃 而且仍然有一個街 即是 總聖制度 因為種族 現在男主角 輸出在印度 就是古代的世界 所以 男主角 印度現在還有總聖制度 就是說 去說服那個幼女國王 去改變這個 世界體系 其實 這件事 你可以說 歪歪少說得仔 主角一個人改變 不要緊 但是那個幼女其實 都十六歲 其實她想了幾歲 她是 她是 她的樣子 她是 她的樣子 真的看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 都是挺有漢點的 尤其是她裏面的製作都不差 她的配樂 是很值得聽的 她的手 不停地打打打打打打打 這次配樂 天圓突破的風格 Panis Stalking的歌詞 還有炎之轉校生劇本 是炎之轉校生劇本 這個就是炎之轉校生劇本 女主角轉校到一間學校裏 第一場硬跳對方大首領 炎之轉校生劇本突然復活 新武裝一關一關打了 但是炎之是盜判王爺的風格 大家不要說他們換衣 不是裝著英雄也不是聖衣 他們那種原筆畫風 是有點像盜判王爺那些 懶熱血的舊史漫畫 但為什麼說他更加炎之轉校生 或者更舊子的日本龍話 有些龍之子的舊史作品 他不需要打 或者純粹是搞笑笑 或是行多趣的畫面 走格走到非常 只有兩格 然後就是聲優劇 然後就像紫娃娃一樣 這裏省是值得的 因為他打到真是失敗 還有一些配色 他那種潤色 全畫面都只有黑色 紅色 還有一種灰藍 這種美術 其實是 這麼觀設的動畫 很少有 所以我覺得是 金石洋人知道他的美術真的很高張 令到他帶回一種舊屎的動畫味道 就是不需要很多繽紛 還有不需要劇情 對 沒錯 真的不需要 沒有 沒有的 總之一集就是有個敵方的兩星幹部出來 一集一怪 因為 跟女主角借抽 跟女主角贏 雖然說是有些劇情 而Pine Plane & Storching 是完全單元極 每集找東西玩 而他就是喜歡這種風格 融入了炎之轉孝生的那種 少年式的打通關 但又加上了低能的東西 你喜歡這種 是古式無微頭熱血 就是你對炎美燃有多少個 他都受過少女革命的洗禮 我這些 覺得他回頭回頭我接受不到 就是你對炎美燃轉孝生 你對炎美燃有一個風格 你有沒有共鳴 你有沒有共鳴 你有共鳴就是很開心 沒有共鳴的企圖 是啊 莫名其妙回頭的熱血搞笑 炎美燃經驗金句說 男一出門就要面對七個人 這就是常識 你們都不要問為什麼他回家 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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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戒之彼方都是這樣 都是滴滴血這樣就能打 你不需要熱血 都是滴血 都是滴血 熱血是不出頭腦的 有頭腦也不是叫熱血 無為球才熱血 在說你的熱血功 我不要說別人 怎樣怎樣 這套東西 我被球而已 不不不 他不是說多話 說得很passion那樣 很passion 這套呢 金石楊子他玩這些極制服 分了三個等級 三星二星一星 那你也知道 分得星當然是差的 永遠只有主角的神衣 還有 敵方大佬不用穿 敵方鬼龍丸 不用穿星星的衣服 對了 鬼龍丸不止才是一個 總之現在都是拖 拖氣 都是的 不過他 又沒有什麼秘密會隱瞞我 他就是 女主角好像天圓突破的衣服 當然鬼龍丸 那個秘密就是衣服 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是不是他老爸 那是誰殺的 可能直接是他老爸 那這些東西都不是 應該不是吧 應該不是吧 可能的 應該不是吧 他感覺到的 女主角也感覺到的 如果是的話 五月的神衣 其實那些人 在暗語歌裡 什麼五月的神衣 都看到的 他的極制服 就是會有兩個天圓 破色的大轉頭 在兩個肩膀上 大家都看到 造型是挺過癮的 但我覺得更加過癮的就是 女主角 他百合的一個對象 就是一個普通女學生 滿藍色的 是嗎 又好像 Q Me Baby 那個 另一個女人 對呀 打多少都打不死 HP是無限的 永遠都可以即場 滿血復活 天王巨星超人 對呀 對呀 即是你們 彪他的心做什麼 他都打不死 女主角又不會被你妖孽 總之 每一集都有 起碼就是 阿Marco 總之不用一千 一千度 攝氏的火 燒他十天十夜 他都不會死 是啊 好像光字到盾子 是不會死的 哈哈 很特別 有什麼那麼特別呢 不是啊 沒有啊 十顆 是啊 自己看這套 我就很重 之前那套 什麼啊 昆頓Tarantino那套 叫 Q Bill那套 的感覺 即是他都是有 復仇 有些時代劇 那 即是 敵人又逐過你 敵人又會 他都很重 那些日式風格 那就是 都是 很有這些復仇劇 然後 敵方那些幹部 就給我 又是 好少女革命 嗯 不過相對地 可能都是好像你們說 那套 都是比較膚淺一點 那 就 簡單 簡單一點 就像 是不是都異血啊 那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留意 說 炎之轉孝生那些 就是可能我看 我之前有看炎之轉孝生的話 我的感觸會大一點 不過 如果有動畫之力 或者了解 一些文化 反正在裡面 都會掘到很多 這套 這套一定會玩是他的 如果Ending 就在玩一套 古老的非女片 嚴格來說是非女片的 哪套 非女刑事 第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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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赤藤又貴做女主角那一套 赤藤又貴 對 多久啊 很厲害 8X年 對 一講非女刑事 一定想起赤藤又貴 因為他們是代表作品 但這套我想不來 就是他的 可能是他的 Layout那些會像 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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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玩Layout是不意外的 他不玩 對 沒錯 好了 跳到下套 下套 Golden Time 上去講了沒有 還沒講青春紀恆 還沒講 簡單講句就是 典型的 好像 古龍的作者的新作 油油紙的新作 今次編劇是誰呢 編劇是字幕文宴 對 簡單就是 大學生的兩男生女扭來扭去的青春愛的故事 如果根據創作過三百小時不漏巨主的知名網民這樣說 這些就是QEB的互戒片 永遠都是這三套套路 這套互戒片 但QEB不漏看不起大學生的 你要知道 所以他會出現這些 因為大學生劇 日劇當然有很多 也不是很多 你坦白說 漫畫有更多 即是有些 無學倭牛連環抱 那些 大學式剛剛入學 你轉到新環境 那 通常這些都是在高中搞形的 劇集式一定會失憶 劇集式展開就是 失憶 慢慢讓他繼續講 簡單 你說完沒有 之後呢 劇集 這套劇情味很濃 所以男主角又要 吃 他會跟第二男主角爭女 這些 阿妖 沒有爭女 不要爭女 人家不要啊 不要啊 人家 怎麼說呢 傾毛 先選擇劇情 男主角多田曼妮 由九州鄉下去東京讀大學的生日 法律 第一天就遇到一個 一向法律部的同學 柳澤光央 柳澤光央 柳澤光央有個青梅竹馬 非常癡身 的麻煩 女方認為柳澤是男朋友 但男方是堅決否認的 很癡身的青梅竹馬 家學鄉子 展開了你追我族 另一方面 萬里認識了同學學校的學者 林田奈奈 和一年生的江千波 展開了兩男三女 很典型的 有點像虎龍那隻 不過是大學版本 大學版本 走輕走 都是很像之前虎龍那樣 是男一和女一都幾死會的問題 只是個過程 所以可能搞很久 有一個小說 我看石頭 用大學做大學舞台 性行為方面的表情是有的 相比以高高的舞台 大學很多是炮友 換女朋友 他會有這些 漫畫都幾放 我看漫畫版也是 也是的 首先不要說社會陰謀來邪教 老鼠會等等 互介或者有縮社 當然是雙縮雙低 大學生 你自己讀立 你有女朋友 發生病人很正常 高中就要跟家人住 比較尷尬 大學 大學 一到大學 你很大都是大學 就要當自己是大人 大人 你打算結婚嗎 什麼年代 像現時然 從來不會避忌 一年代是這樣的 大學生是這樣的 除非你媽媽陪你發學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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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 你媽媽走了 又是另一個人 對 沒錯 科大有家長 也是沒有 類似的 什麼科大有家長 現在 大千山路等不出聲 原來是這樣 有時候 不要緊 總之 總之那個洞在哪裡 有媽媽教 總之是 成年一點的 成年一點的苦龍 這套 有趣的賣點 就是女主角 趕江遊衣 沒問題 第二 林賢奈奈奈奈 第三 就是 目會以吹 不認識 這個 是新人 今次還是高中未舊 好像剛剛高中 即是說 她的角色更小 我不是她 她的角色更小 她的角色更小 演員的角色 OK 然後 還有 Lala前輩的 還有 第二集 已經暴走再暴走的 後藤沙瑞里 加伊藤正 嗯 男主角呢 兩個是新人 不到新人 沒有穿陣 柳澤當然好一點 石川戒仁 石川戒仁之前配搭什麼 不懂 所謂力捧 但是沒有人知道她配搭什麼 所以不用理會 總之 這裡看著 戒仁 我懂得現在 一公由由子的招牌 我會繼續看下去 實際上那兩集 我都覺得很滿意 雖然 男主角的配音 其實很難受 我覺得漫畫裡面 多田 其實比較瘦 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是可愛一點 我就說可以 那這裡她的表現就不夠 不意 那個男主角 反而就不會這麼想幫她打氣 所以想幫幫她 是太瘦了 反而對我來說 很久沒看過 這次偶像派日劇 什麼什麼 我當這套偶像劇 瘋了以四五組 有偶像劇 有偶像劇的風格 是一個風格 80年代 八九十年代 同級生那類型的風格 那類型的風格 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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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類型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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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我還是覺得 今次沒有 沒有長者龍線 和光田磨利 應該沒有之前的舞台 有一點擔心 那才是金鮮秋 和字幕文言 金鮮秋我不擔心 但是字幕文言 我會不會想到那心那肺的劇本 雖然可能不需要 可以的 有的 但始終不是光田磨利 好了 下一套 Freezing有沒有看 Freezing Revelation 上一季如果沒有看的話 今季也可以不用看 肉片 肉片 還有沒有留意的肉片 沒有看 所以你可以不用管 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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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ke the Blood Blood 血 血 血狂窄 血狂窄 一套 三魂樂斗 原作的輕小說 編劇是我最親愛的吉野雲幸 監装三魂獸勢 基本上 三魂樂斗之前的兩套作品 一套就是機下魔神 一套就是 德特利安的書架 都已經懶惰了 兩套都 買到 那一套 今次再加上 我們偉大的吉野老人家 呵呵 謝謝 基本上 這一套一兩集 我覺得原作問題 比較多 原作問題 三魂樂斗的東西 即是叫做 懶惰一兩窩 還有人改編他的小說 也算有勇氣 總之就是 男主角 本來是一個普通人 最強吸血鬼的第四真祖 突然被最強吸血鬼上了身 最強真祖上了身 然後被惡魔獵人追 真祖就真祖 還有第四真祖 有沒有石面具 叫什麼吸血鬼 然後第一二三生了 又不知道是什麼 那才是喜歡 然後被惡魔獵人追殺 誰知第二集就已經收好惡魔獵人 然後 然後 那個 人 魔神合一 即是混住的小道 Not so ever 就帶上來那些 看得我真的 嘩 你氣 不會有最氣 只有更氣 這些小說 好心會改編 頂你那快 浪費我時間 那他有沒有做了吸血鬼片 最近有個女主角 跟吸血鬼的男主角去熱戀 糾纏在幾個人郎之間的東西 其實做得上這些表現已經算是好 就是這樣 這麼多叫好 不是的 吸血鬼片其實是這樣 不 這麼說就是 如果你想看石面具吸血鬼 請等明年一月或者四月 Jozho第三個 是 工隊 要花些新聞 即是什麼時候 不知道一月還是四月想 沒有理由一月這麼快 誰知 因為小林阿姨近季沒有新作 可能已經躲在課室寫劇本 課室 想怎樣 應該是四月的 一月那套是網上學生會第二季 第二季 真的好遠 這套大家很奇怪 最初大家期待拍第二季 如果拍OV 這套就拍得更加離譜 更加不自重 可能大家覺得OV最好 它夠不自重 你少得更健革 突然又說拍第二季 你搞什麼 沒所謂 都不要緊 這套留給今集洪聰想 是 這套好像沒有變 是 說回這套 細血狂集 男主角是細菊皆正 也是 他配的是硬斑斑的角色 但是配一些中二病 我完全不可以去贏 細菊 細菊皆正 他比較像 也是弱氣 硬斑斑的角色 他很郭靖的感覺 尤其是刀魚之後 刀魚之後 令我覺得他是最適合做 刀魚啊 有些傻氣 有些馬話的男主角 我忘了佩奈方通人說什麼 江本信賢 江本信賢 他經常跟江本信賢對戲 但是 這些角色是江本信賢很擅長的 他是 你細菊皆正在做什麼 不所以是不正的感覺 是說花花情緣裡面 錦福生 刀魚裡面的 六花 或者是好像Number Six裡面那個 就是做一些硬斑斑的角色 但是你叫他做一些 江本信賢 或者甚至是暴敦的話 他很糟糕 他是一種叫做葛雷錘的類型 我也是 不是說他演技不行 是他的風格很像那類型 七花是做得到全神的 七花 不是 六花六八 七花是什麼 六花六八 七花是刀魚那個 七花是刀魚那個 刀魚做男主角 七實是 明白 女主學就是今季力榜的種田梨沙 種田梨沙 還有賴胡華三味 高里塞 黃靶良泰 金元壽指 石元下側三德建太 井口如香 金元壽指也看很多 金鬼 不要緊 這裡是紅 不過問題是 紅是紅 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不是金元壽指 不用理他 這套不用理他 這套不用理他 好 接著就是 做不到用者的我 就去打工了 一套 廢的程度是本貴 他究竟這套廢一些 還是 剛才那套小血狂又廢一些 我也想想想 一套 這套我的選擇最廢 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 這些比 這套我待會再說 之後再說 在這個時代表裏 這兩套是廢回 本貴廢回 起碼現在說這一集那些 相比說 小血狂就起碼夠喜歡 沒有那麼廢 還有吉野橫行 可能會有些很驚人的東西出現 不斷裂外套租 是 這套怎樣呢 但是哪些勇者 總之就是 因為魔王沒有了 勇者制度消失 所有這套勇者排名的人 全部落下鄉 九南主角就走去一間 電器舖 魔力器舖 因為他們世界的電 全部都用魔力器 有個少年走進來 原來那個少年就是魔王的女兒 即是八 魔王的女兒 陳志願做勇者被下鄉做店長的人 可以打工 是的 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那個女兒 不知道那個劇場有什麼走向 很快就沒有了 那當然是 要這麼久做什麼 這套東西 用波圖洶湧去形容 是比較好一些 因為風浪上太大 還有 它裡面的作畫 全部都集中在那個位置 貴都不要緊 不行 我看聲優表裡面 我只認得 村元慶狗 和珍獻衛海兩個 女主角 填鎖阿珠沙 男主角 鎚本啟幼 吉島營華依內 曾和麥多茶 寶木和百九尾 山田為刀美 山田為刀美 乾皮可妙 一個都不懂 不用 所以這套東西呢 寶木和百九尾 先學好看這些人 認住他 認一下那些人 起碼就是 新田為海 新田為海有love life 起碼是love life 我也記得 起碼還有一套 大哥 好可憐 接著 好了 今個禮拜差不多時間 夠了嗎 可以多說一些 還是沒有 說一套 Locco Horizon 紀錄的地庭 這套我打算下個禮拜說 因為這套其實有很多 不啊 現在應該差不多說完 對 那我把後面都調過來 比較簡單的 第一神拳 Rising第三套 第三套 這套的東西真是可憐 這麼可憐 他也第三季了 第三期 嚴格第三期 第一期好像是半年 半年 因為其實呢 相比其他的運動漫畫 一整期是累積了太多劇情 甚至現在看他的開展 他應該都會說到 鷹川對伊格爾 因為上一季 就一部 第二部 最後一部 就是鷹川對霍克 這次是正常的 一部打完 札川良隆平 鷹川對伊格爾 OK的就完結了這部 因為之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有很大的 就是已經斷了 很亂 因為之後呢 你找不到高潮位 工田的衛免賽 工田報復仇那些 總之現在 鷹川起伏都還可以這樣 拆來做鏡片 對 其實前一半最高潮 就是鷹川那場決鬥 生死戰那場 因為打完之後 鷹川 鷹川就耍了 沒有鷹川 沒有鷹川 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強盜 一部又不斷打什麼 巡迴賽 浪費大量的時間 工田打完難力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本來他和一部的決鬥 又沒有不了了之 結果呢 整個劇本都散了 現在終於叫做什麼 一部打世界挑戰賽 就是挑戰世界了 這樣才稍微又翻過主線 不是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做 但有時間才去到那些位 這個 拍五部都拍不完 所以中間 我覺得這個大刀副了很多劇情 有些是很難看的 對那個猴子 有些巡迴賽 可以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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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看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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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好了 今個禮拜差不多了 明晚 明晚的動漫輝物 聖鬥是星矢 一揮 鳳凰一揮 就在背後 因為上次說 他沒有那麼多獻生的東西 所以現在拿出來 看到我揉什麼架 空之星星有一個語言 JB說用了 鳳凰一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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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在星期我被搞 一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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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揮 鳳凰一揮 鳳凰一揮 搞笑 好了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再跟大家說 希望清光 應該清光 應該清不了 今季太多片 拜拜 拜拜